董事长 怎么这么多国安人员在里面 刚刚讲这么多人去 你看又拍照又打卡搞了半天 没人啊 一个人都没有啊 都没有人 这个都是谁 拍来拍去都是国安局的人员的 那我就不懂了 那国安局的人员根本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 国安局自己还骗我们说那是当地的人 跟他们没有关系 很清楚 这个就是国安局 国安局不但去站岗 不但去看房子还把你打扫 我觉得这个太荒谬了 你为什么把国安局的人都不能撤呢 宝贤你知道吗 这个不能撤啊 连国安都不能撤 当然不能撤啊 这个是荣心之地啊 什么荣心之地 开玩笑啊 这个我要你去了解一下 举心上讲过一句话你记不记得 什么 大位不宜自取 对 那是什么取 天命嘛 这绝对是天命啊 这个九五之尊的位置 百分之一百天命 那天命里面 中国人或是台湾人 我们华人社会里面 喜欢算命对不对 一命二运三风水 当然是 我跟你讲 他们这个话 其实你现在来看的话 我的经验里面 我已经到了一个年龄了 颠倒过来看 最重要的是风水 真的假的 你不要夸张 我跟你讲 有很多人 我们一个好朋友的这个叔叔 就是地理师 地理师 地理师 替人家全台湾各地看风水 不过风水比八次 比其他什么指挥斗术 通通要有用 你说真的 说假的 风水可以改变 风水可以改变 你的 怕孙的文明嘛 所以他这个风水 有道理的 这真的是风水宝地 当然 他已经到了副总统 不是风水宝地吗 他当了副总统 你还什么好讲的呢 他就是一个 真的有必应的 他就是一个矿工之子 干扣的筋 然后今天 搞到今天 变成当然 我们的一国的副元首 那这个地方还不好吗 还有什么地方好呢 好 问题来了 那保护这个地方的概念 对不对 我觉得我如果用 龙心之地的龙脉来看的话 对的 当然是对的 要有人看着 当然看着 而且看着还有武将 武将 当然你找几个工人看着像话吗 你找几个退伍军人 那个退伍 我们家大楼管理员 对 不行 去找回啊 你说找保安还不行 他保安不行 还要找武将来 当然要有那个阳刚之气 还有你要知道 这边有养鱼 对 没人看还得了 鱼死了怎么办 鱼死了谁负责 那就不能鱼跃龙门了 对 你鱼要撂龙门 然后你弄了一堆死鱼 那开玩笑 你这个万里指挥官 我跟你讲 你还升少将 你明天就给我退伍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有考究的 而且有道理 所以今天为什么他坚持 坚持就是这个道理